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UI 部分我剛剛講過 就是最後做出來類似這樣 上面記得就是什麼 Change Layout 把它改成Linear Layout 除了Linear Layout 之外 還有很多Layout 這些Layout 的話 其實比較常用的 導視Linear Layout 或者是Relative Layout 也OK 不過你 一個 一個 版型不是只有一種Layout 你可以很多Layout 它的觀念其實有點像在做網頁 網頁裡面的話有 DIV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做過網頁 你可以排個版型 是不會問題 而且可以很多種版型結合在一起 我們這邊的話就是先用Linear Layout Vertical 垂直的 然後上面的話放三個東西 放四個 四個元件 第一個的話是用Text View Text View 然後底下放三個Button 上面的名稱主要是要改兩個 一個是按右鍵 上面的文字就是AdTester 這個AdTester的話 基本上是顯示什麼 顯示裡面的 上面的訊息 第二個 記得按右鍵 再來什麼 更改它的ID 它的ID 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邊名稱 請各位 這個ID是給誰用的呢 給你 將來的 Activity Source 裡面要撰寫程式的時候 撰寫程式的時候 是看這個 那 畫面上 User看到的是這個 所以這個是給那個 我們 Coding 的時候的人看的 然後 就是 Android Source 這個是 畫面上 再來的話 其他底下是一樣的 不過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其實常常有同學會問到 這地方為什麼 會有驚嘆號呢 對 很多 同學都會問 其實這個驚嘆號 如果讓它消失的話 非常的簡單 不過 可能要再做一點事情 這等一下會再講 也就是說 它這個地方會牽涉到 所謂的多國語系的問題 什麼叫多國語系呢 因為你這個 電話號碼 冒號這幾個字 如果你放在這裡的話 基本上是寫固定的 也就是說 當然如果你是在 台灣的User看到 是OK的 可是如果是外國人看到的話 比如說日本人好了 那日本看到的話 他看不懂電話號碼 這幾個字 或者韓國人看到的話 或者大陸簡體字 或者英文語系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呢 你必須怎麼樣 把這幾個字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resource resource 裡面的那個 Values Values 目錄裡面 會有一個 String 字串的支援 一個String的 XML 檔 那你要怎麼樣 要做多國語系 那怎麼做多國語系 我想有點複雜 等一下再來講 我們先 step by step 那做好多國語系 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你的驚嘆號 一定不會出現 第二個呢 如果你的user 是全世界 100多個國家 他都可以download你的app 哇 那你的市場 從大概 五六百萬 暴增到 應該現在幾億的 忘記了 反正全世界 有用資源手機的話 是幾十億人口 幾百萬變成 幾十億 那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有做多國語系 之前有 同學有統計過 如果你沒有做多國語系的話 你download次數 大概幾百幾千個 大概差不多 可是如果你做多國語系 你這Line的app 也是一堆人download 為什麼 因為他download下去看得懂 看得懂的話 他就願意download 可是如果你 讓他download下去看不懂 他一定就把你移掉了 或者可能連download都不想download OK 所以這地方的話 等一下再講 經代號的部分 怎麼樣去 做多國語系 其實多國語系 其實這上面有有沒有看到 Add a new translation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就有一個什麼了 你哪一個國家 有沒有 這邊好多國家 全世界 很多國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個英國的 United States 或者是其他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 都有國家 那其中的話呢 比較常見的 像 日本好了 日本的話是 J開頭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什麼 J開頭的是在 J 有沒有 過了嗎 JK 有沒有 J J A 有沒有看到 Japanis 那如果說你將來 要產生一個什麼 日文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 做一個 那 後面有個翻譯 不過翻譯部分的話 恐怕你就要 可能要靠一下什麼呢 現在最方便的工具 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 像那個 翻譯的Google的翻譯翻譯一下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好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先玩玩看 這上面有這東西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把界面做完之後 接下來要解決什麼 解決Source 就是你點他的時候 處理那個事件 對不對 那這個事件要怎麼處理呢 其實 跟Hello World的一模一樣 畫面上會被點擊的 你就做事件 如果不會被點擊 不會用到的 像電話號碼 這個 應該 會不會被用到呢 會 為什麼 因為他點他之後 我 這個是input 對不對 output到哪 output到上面 所以基本上會用到的元件 畫面上元件 這幾個都會 所以這幾個都會的話 那我們要做什麼 我上禮拜講過 一 宣告 你宣告在全域好了 因為全域比較好找 反正你宣告在 區域的話 他可能會找不到 或者是說你還要再 多宣告幾次 所以宣告 再來做什麼 畫面上要跟 Source 連結 因為你要把你的 元件跟物件做連結 所以第2個連結 第3個做什麼 做事件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三個步驟 跟上個禮拜好了 是一樣的 那Source 部分 應該已經寫好了 大概就是在 在後面這裡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基本上就三個步驟 那這個部分 如果各位OK的話 等一下可以先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先把那個 介面我們先下個休息一下